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TickSack 903 DJ 我是Colin 來自去年疫情最嚴重的時候 因為當時全世界暫停 所以就開始想一些項目去做 就在想廣東歌或者廣東話 究竟我們還可以用多久 還可以聽多久呢 然後整個概念是很悲觀的 很末日feel 因為當時的狀態和氛圍就是這樣 然後就在想用一個好少少的說法 去包整件事 然後就想到明日這個字 譬如明日有明天 其實首歌是關於明日和明天 但其實當你覺得沒有希望的時候 才會說明日和明天 所以到最後就想到 不如用明日的廣東歌這個名字 但我覺得這個項目最有趣的地方 是去年做的時候是灰心的 但是到一年之後 做到去尾聲的時候 反而是看到希望 因為我從來沒有想過 一個廣東歌的展覽 可以吸引到這麼多人去看 還有很多是學生 就是他們穿著校服去看廣東歌的展覽 因為我之前經常都會覺得 現在的十多歲的學生 就算是二十多歲 可能都是看韓星 又等等 都未必會聽廣東歌 但是近年 真的全世界都不同了 整個廣東歌 就算是一種歌曲 用每一晚的歌曲 list 去跟香港人同夫同級多跌 因為慢慢都覺得廣東歌 好像變成了我的其中一種語言 其實我每一晚讀完歌曲 list 出來之後 最理想的環境是 我不需要加任何一句話題 但你都會明白我想說的是什麼 就是我覺得是最厲害的一個音樂 show 雖然都要說話 對 對 我覺得 因為本身在想這個節目的時候 是想每一晚的歌曲 list 都跟那一天的 就是香港人在經歷的事情 是息息相關多些 但是去到有一段時間 就發現 其實我們好像每一天都在經歷同一種情緒 那我是不是每一天都播同一奏歌呢 就是不是說廣東歌 只是那麼少 而是好像那一種情緒 他就只是很想聽那些歌 就是聽極都不夠 聽極都還是覺得很需要他去療癒自己 而且都在想了很久 究竟是否還要沉醉在這個情緒裡面 那麼長的時間呢 所以其實我覺得近一兩年的新歌 都有些轉變 就是由兩年或一年之前 很需要療癒的廣東歌 然後到現在可能需要一些很開心的廣東歌 很需要快歌 其實大家好像已經很想 即不想再療傷 又或者療傷方法不再是 我先按住了傷口 而是將它轉移去另一種情緒 我覺得這個也是廣東歌的其中一個功用 好像在堅守著香港人之間的一種默契 因為我真的覺得廣東歌是一種語言 我從來都沒有離開過 從來都沒有碎落過 例如去到某些時候 會大家想同一句歌詞 然後講一句歌詞 之後你會接下去 或者大家喜歡同一個歌手 你就已經會覺得 大家的Five應該差不多 大家的價值觀應該差不多 香港人之間的中文契 是其他人未必會明白 或者是愛廣東歌的人才會明白